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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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教學一下 如何挖Clover AI 這個币 這個币種的話我們先選擇 錢包地址 錢包地址的話我是選擇抹茶 抹茶教育所的錢包 你可以直接按這邊點選充值 充值之後就會到這個頁面 到這個頁面之後你就選擇Clover 接下來就複製他的地址 錢包地址 複製起來就到飛行表這邊創建 到飛行表這邊創建 創建的話 之前有教學過如何創建 進來之後一樣選擇你的币種 再選擇你的錢包摩擦錢包 礦池部分你可以選擇俄羅斯礦池 這邊有我到時候會留這個連結在下面 這邊有點進來 那這邊的話可以選擇 看你要選擇亞洲區還是 亞洲區 我這邊是選擇亞洲區 那好 那我的Miner部分呢 我是用T對Miner 因為我是用A卡 A卡來挖 那設計的部分也是按照他這邊預設字 好這樣就創建完成 看一下大概 因為我這邊按照他的參數 我是按照那個 網站上面的 配置 就按照他那邊輸入填入 像有些卡是沒辦法抄 再多餘的設定 他有可能會掉卡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幣就直接挖到交易所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只要設定你的 錢包地址 跟礦池位置 然後直接挖到交易所 那就可以直接進行變賣 或者是蹲著 那這邊就是超頻部分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這全部都是6600在挖 好那我再提一個 就目前的幣價狀況 以目前幣價來說其實他跌到 0.18嗎 上一次是跌到0.16 那這一次跌到0.18 其實在整理一陣子 應該有可能 我是覺得真的是蠻有機會在 創新高的 他應該要突破這個瓶頸 0.22以上之後 0.2223之後 應該就開啟下一輪 再往上攻到0.28這邊 也就是等大概聖誕節前後吧 如果那時候上了前師大交易所 應該是更快的往上攻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後續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感謝各位收看